中國大陸在稍早的5點半左右 發射了嫦娥6號 到月球的背面去了 到底為什麼要特地到月球的背面去 採集上頭的土壤呢 是不是在我們看不見的那一面 藏了什麼人類不知道的秘密 好 嘉芬 現在中國這個禮拜 在過五一長假 大家都在休假 但是有一個單位這幾天非常的繁忙 就是他們的航天局 為什麼 因為他們在5月1號就宣布 在這幾天 尤其在今天 明天 這兩天呢 要來進行這一個嫦娥6號的發射 這也是他們探月的第四期的一個任務 那重點是在今天 剛剛嘉芬也講了 稍早這5點多的時候 已經從海南島的文昌航天 這個發射中心呢 來把這一個嫦娥6號的探測器 發射升空 那總共這一次的任務呢 為期53天 但是這一個 你覺得說登月有什麼了不起 對啊 又不是第一次了 對 這麼多國家都登月過 但是不一樣的地方在於 這是第一次到月球背面 要來採集土壤還有相關的一些樣品 那你覺得月球背面第一次 是中國第一次嗎 不 嘉芬是所有人類的第一次 所以為什麼各國會這麼樣的關注 這一次中國長河6號的一個任務的原因 就在這邊 因為沒有人去過月球的背面 到著陸來採取樣品 所以大家就會看說到底會發現什麼 當然大家會講說 可是之前美國阿波羅那個時候 就已經在講說登月登月 那為什麼會沒有人去過月球的背面呢 觀眾朋友你要知道 我們通常看到月亮 因為月亮它自轉跟公轉 它的周期是一樣的 所以不管它繞著地球怎麼轉 我們看到的都是它的同一面 對 都是看到它會亮的 就是我們講說月球比較亮的這一面 但是它背面 陰暗面的部分 永遠都是因為照不到光 永遠都是暗的 所以沒有人去過 那其實之前英國的物理學家 這個霍基因 史蒂芬·霍康克恩 他一直講過說 這個勸人類說 不要到月球的背面去 為什麼他會這樣講 因為背面感覺好像有個什麼東西 為什麼這麼說呢 來看到55年前 也就在1969年的5月 當時阿波羅計畫來到第10趟 登月的部分 阿波羅10號 進入到月球軌道 結果他到月球軌道 經過月球的背面的時候 結果發生了兩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 他來到月球背面 透過軌道高空經過的時候 發現我無線電全部都不能用了 斷線了 我沒有辦法跟這個地球 沒有辦法跟休斯頓 就是這個太空指揮中心來聯絡了 全部都斷序 所以當時在這一個 太空船上面的太空人 他們只能靠著自己的經驗 去按照這個軌道的部分 看有沒有辦法在這個 斷序的狀況之下 繞過月球的背面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佳芬你看這個畫面 這是當時在太空艙裡的畫面 有一個太空人 他叫做Sernan 叫做賽南 他那時候就問說 你們有沒有聽到奇怪的聲音 因為太空艙裡頭有三個太空人 你們有沒有聽到奇怪的聲音 是有人在吹口 知道嗎 旁邊的人講說有 我也有聽到 他覺得說這個感覺好像是個音樂 好像一個口哨聲 而且又不斷發出嗚嗚嗚的聲音 旁邊第三個太空人講話 他說對 我也有聽到 這音樂感覺好詭異 所以當時他們在這個太空艙裡面 就在討論說 這音樂真的太奇怪了 要不要跟NASA來報告呢 當然這個文字檔的部分 2018年曝光之後 這個影像檔是到了這幾年才公開的 所以他想說 那到底他們繞到月球背面的時候 聽到這個聲音 是真的有不明生物發出來吹口哨的聲音 還是是個哪裡來的 不知道 但很多人覺得說 你既然聽到 就表示可能有個什麼東西在那邊 不然怎麼會莫名其妙在 完全沒有聲音的太空當中 會聽到一個口哨聲呢 但現在或許NASA有一些相關資料 但目前還沒解密 另外我們來看 在YouTube上面有一個影片看到 當時在這個月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畫面看過去 這個是一個月球的光亮面 那另外一側就是陰暗面 就是月球的背面 但是你看這個影像拍到什麼 拍到了四個不明飛行物體 加上我們影片看得比較準 你看這四個不明飛行物體 有一個中間的感覺比較大 對 旁邊還有三個比較小的 像不像一個太空母艦旁邊 有三個護衛艦半飛在護航 但是問題是你看 原本我們從這個光亮面看過去之後 它就慢慢消失了 它到背面去了 它到背面去了 所以它到底到後面 到這個月亮的背面是幹嘛呢 那邊有它的秘密基地嗎 對 還是到底背面有什麼東西 是他們這一個居住的地方嗎 而且注意到 其實計算它的時間 你看雖然我們現在遠遠看 感覺好像距離沒有很遠 但是其實實際上它距離很遠的 他們只花了20秒的時間 就從我們看到這個地方 跑到躲到月亮的背面去 表示它速度非常快 沒錯 所以到底你這個是一個 不是說只有單一個不明飛行物體 它是三個還是四個 是三個圍著一個像是 比較大型的太空母艦的一個狀況 那感覺這邊好像是一個 非常有規模的一個據點 才會有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好 那再來 之前我們講 剛剛我們講說 還沒有人到月球的背面 著陸去採樣 沒錯 但問題是我們從高空有經過過 所以透過NASA研究太空人 他們拍攝到月球背面的圖片的時候 你發現這個感覺有直角有垂直有平行的 如果說你是在一個自然生存的環境的話 那怎麼可能會有這種直角 這種有人有角的這種東西出現呢 就表示這很有可能是什麼 這很有可能就是有人造 外力介入的一個狀況之下 而且科學家把這一個狀況 把這樣子一個不明像是建築物體的東西 叫做月神殿 而且它上面的石柱還有大量神秘的文字和圖案 所以就比方說這些石柱它上面的東西 它不是說我只是裝飾品 它可能上頭記錄下了大量的 包含可能過去歷史遺跡的一些故事 或者是月球怎麼生成等等的 那如果說接下來 有人真的能夠到月球的背面去 去採集這些東西 哪怕是影像照片也好 或許就可以解開 大家也很想知道 月球怎麼會產生的一個謎團 是 剛剛佳明特別講到說 月球上面怎麼可能出現這種 非人造的這種建築物 你知道月球上 它是很多的隕石坑的 它是會吸引很多的大大小小的隕石 撞擊到上面 所以你很難會有直立的 而且這麼樣高 而且直角形的建築 另外我們剛剛特別講到說 人類其實從來沒有登陸過月球的背面 但其實古瑪雅人 以前好像就有登月的這樣的一個記載了 對 佳芬沒錯 因為為什麼大家會這樣講 主要就是因為我們在瑪雅古文明 去研究他們的這些建築物當中 發現了一個雕刻 一個石雕 上面竟然是月亮背面的地圖 你沒有去過你怎麼會畫地圖 對不對 所以可以看到 在這張圖上面 這個地圖就在這一個建築物上面 圓形的部分 它上頭就記載說 這個背面大概有什麼 甚至包含一些神秘的建築物等等 不要忘了 我們剛剛在講說 透過這照片看到 上頭有很多這種石柱等等 它是不是就跟瑪雅古文明很像 好符合了 對 所以那個時候大家講說 到底如果月球上真的有這些石柱的話 這些石柱跟瑪雅文明有什麼關係 是不是瑪雅人之前就曾經去過月球 留下這個東西 又或者過去月球跟地球是相連的 或者是有相同的古文明的生物 的這種古文明是出現在 月球跟地球上同時出現 所以為什麼瑪雅的這種 古文明建築上面會有月球的地圖 這個就是大家會很想知道的 那除此之外 透過NASA他們在空拍的 這個月球表面上也可以看到 其實你注意到上面剛剛講到 除了石柱或者這種垂直平行的 這種感覺人造建築物之外 他們還發現還有什麼東西 還有巨大的這種圓形的建築遺跡 它像是一個錐狀 我們透過這個來看 它看起來有點像金字塔 有像耶 另外還有包含這種圓形的 像不像這種地道的一個入口 像耶 所以你就知道說這邊看起來 你說這隕石坑裝上去 那怎麼可能會旁邊會這種凸起來 而且感覺就是很人工 就是加工過的 尤其像這種金字塔 你要怎麼去解釋 更難解釋 所以感覺這就是一個 人造的一個狀況 而且還有一個更詭異的 他們 你說我之前拍它是在這個位置 結果再過幾年去看的時候 發現它不在原本的位置上了 它會移動 它會移動 所以有人在講究說 到底這些東西 你這個建築物的目的是幹嘛 你是裝飾用的 還是其實它是一個 衛星接收訊號 我們看我們有時候 衛星在接收訊號的時候 它會跟著擺動對不對 對 所以如果說它會移動 或它角度開始變化的話 它是不是有可能 它是一個接收的接收器呢 你說像天線這樣子 去對訊號的時候 它會做移動 對 所以如果說 那為什麼會 如果真的是這種接收器的話 那為什麼要接收器 那表示你上面 可能有生物 可能有一些文明在裡頭 所以它才需要有這些接收器 現在這個東西也是一個難解之謎 除此之外 現在網路上還有出現一段 據稱是NASA它封存的絕密視頻 它表示說 它這個畫面看到的是 它剛好是在月亮的明亮面 跟黑暗面 就月球背面的部分 看到了不可思議的東西 為什麼就是說 加分你搭飛機 有沒有從飛機上 往下看過一個城市的夜景 有啊 對 看起來就一片去黑當中 很多燈對不對 對 你現在看月球上這個畫面 你從空拍看下去 剛好在陰暗面那個地方 是不是有這些亮亮的地方 對不對 看起來就像我們 有亮點 在飛機上面看下去那種城市 有火 有這種燈火的一個狀況 它不是只有一個 你剛剛看到 你在陰暗面的部分 陰密麻麻很多 那你講說 會不會是火山活動 有可能 但是問題是沒有 因為它在整個地表的 呈現上面就不是 所以到底這些亮光哪裡來 到現在沒有人知道 而且按照目前 在整個月球探勘的部分 在我們已知的部分 已經有44個區域都發現了 有不同的人造物體 那更別說 還沒有去過的 這個月球背面 尤其透過空拍又看到 月球背面 難道真的有大型的城市嗎 而且是有能源 是有光的 晚上沒有光的狀況 它還會自己發光嗎 所以這個就不曉得 那另外還有一個 更奇怪的地方 它同樣也是在月球的背面 是什麼東西呢 也就是在月球背面 這個南極 它叫做艾托肯盆地 它發現在這個地方 透過色調牆放 你會看到 這個地方它有巨大質量 異常的一個狀況 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因為其實你知道 這個範圍是非常非常的大 它的寬大概有2500公里 大概跟中國這個領土範圍 大概差不多 你就知道這個範圍其實非常的大 可是為什麼它會有一個 這種巨大質量異常的一個原因 科學它去分析大概兩個原因 第一個 就是說月球它從熔岩狀態 開始慢慢冷卻的時候 那形成在比較底部 南極的部分 會有所謂的這種蜜氧化 是 可是問題是你沒辦法解釋說 為什麼都聚集在這個地方 對不對 它有可能是 隨機分散的一個狀況 那怎麼會都在這個南極 你沒辦法解釋 那另外一個可能 是大家認為 最有可能的一個狀況就是 認為有可能是隕石撞擊 大型的隕石過來 撞到地面之後 它可能會有殘留一些金屬物質 所以導致就是說 它可能上面 會導致它的質量發生變化 所以有這種巨大高密度的一個物體 殘留在這邊 但是也有人在講說 還是說其實地球是空心的呢 不要忘了1960年代 最有名的就是地球空心論 如果它是空心的話 那它有一些物質聚集在底部的話 那就很有道理啦 它就不是說是一個實體 密密麻麻會平均的分布 所以到底 我是李嘉明 盡情鎖定 五七希望王 真相不漏網 更多特別的 另外兩邊 大跟三邊 有些人 也許說不定 有些人 都會有信心